双原子分子 它的转动光谱 双原子分子它的转动光谱呢 在研究它这个光谱之前 我们首先看一下双原子分子它的运动模型 那对于转动光谱 它需要依据一个力学模型 那就是刚性转子模型 假设原子核的体积可以忽略不计 原子核那就看成是一个字典了 第二个就是分子的合间距 它是保持不变的 除此之外 还有假定分子不受外力的影响 也就是说它的势能是等于零 第三个假设就是双原子分子 它绕垂直于合间距这个R这个方向 并且通过质心它的一个转轴的一个运动 它认为这个刚性转子模型 要依据这样三个假设之后才能成立 那么这地方呢是一个刚性转子模型的这样一个图例 A和B是转子的两头的两个原子 之后呢它的质量中心 质心呢就是中间的这个C这一点 这个质心和A之间的距离是R1 和B之间的距离是R2 之后A和B这两个原子的质量 是M1和M2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刚性转子模型 可以建立一个刚性转子的确定额方程 那建立了这个确定额方程之后 我们说因为势能是等于零 就是它没有任何 不在任何市场当中 而且它自己的运动势能是等于零的 所以它只有一个动能项 那么在哈米顿算符当中 只存在一个动能项 怎么表达呢 是2I分之1Mk平方 在这个式子当中 I叫做转动贯量 假如说是一个双原子分子 它的转动贯量描述非常简单 它等于μR的平方 那对于多原子分子 它的转动贯量的描述要相对复杂 那具体多少个原子 它在空间怎么样的分布的 同样的比如说三个原子 同样的比如说四个原子 它在空间这个原子的分布方向不一样 它的转动贯量的表达不一样 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之后呢还有一个mk的平方 mk就是所说的 它的转动的角动量 上面打上一个k就是转动角动量 对应的算符 那mk的平方呢 就是我们在第一章当中 学角动量算符的时候 都已经把它的形式 已经表达的比较清楚了 这里面的薛定额方程 我们不做具体的解答 只是说我们把薛定额方程 解答的结果 在这里面呢给大家罗列了出来 算出来的结果 角动量的平方 等于j j加1h8的平方 这里面这个j 取值是012等等 它叫做转动量指数 这是一个新的量子数 来表达转动能机变化的 这样一个量子数 叫转动量子数 它的大小决定了 角动量平方的大小 另外这种刚性转子 它的能量等于什么呢 e是等于 j乘上j加1 h8的平方比上2i i呢刚才说了 它是一个转动观量 之后显然呢 那你在客观条件 确定条件下 这个转动观量 也就确定了 那么能量 就只和这个 转动量子数 有关系 之后我再把它 进行进一步的整理 之后呢 引进了一个常数b 那么e呢 就等于bhc j乘上j加1 这个b的表达式 也是比较简单的 一种形式 在这里面呢 涉及到一个 折合质量的问题 折合质量呢 一个对于酸原子分子 折合质量就是m1乘m2 b乘m1加上m2 那么对于分子的转动 它也有它的选择定则 什么样的分子 能产生转动光谱 什么样不能产生 第一个 对于极性分子 它可能产生转动光谱 但是要求什么呢 要求它的转动量子数 差值不能等于其他值 只能是等于正负1 也就是说德尔塔接等于正负1 也就是说 只有相邻能积的跃迁 才被允许 但是对于非极性的分子 它是没有转动光谱的 对于极性分子 它有转动光谱 要求呢 德尔塔接等于正负1 相邻能积之间发生跃迁 那么当它跃迁的时候 它所需要吸收光子的波数 是多少 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计算算来 因为前面有它的能积公式嘛 能量等于Hμ嘛 μ呢 是代表的是频率 频率在转换成波数 那我就可以把波数和能量之间联系起来 之后把能量的公式带进去 我可以算出来 在发生能积跃迁的时候 吸收光子的波数 最后呢 是等于RB 括号 皆加上1 那么相邻两条普线之间的间距 我也可以算出来 德尔塔μ 等于什么呢 等于2B B呢 刚才那个系数 我们已经给它表达出来了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对于纯粹的双原子分子的 它的转动光谱 它应该是等间距的 双原子分子的这样的一个光谱 它能干什么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测定分子的渐长和原子量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B这个常数项当中 包含了许许多多的 这些分子自身的特性信息 这是一个这个转动光谱的这样一个示意图 你看它这样几个能积之间的距迁 最左面这一列数字代表是它的转动量指数 0123 往上排 最后右侧这一列数字代表的是 每一个不同的能积 它的能积值 最后你看它的这个 它这个电子的距迁 它只能在相邻的两个能积之间发生距迁 而且你也会发现这个转动能积 它的间隔是不一样的 每两个能积之间那个高度是不一样的 不是说完全等间隔的 从这个图上来看呢 你看它的波数的间隔都是相同的 都是两个B 两个B的这样的间隔下去 但是它能积的高低 它不是说完全等间隔的 你看越往上 它这能积差也就越大 感谢观看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